在中国南海有一座岛屿 从千年前的蛮荒之地 到如今的南海明珠 它就是海南岛 让我们翻开海南的历史 一起欣赏精美的理解 聆听悠扬的古运 领略节日的风景 畅游海运穷舟 绵长的海岸线 为这里带来特有的海洋文明 而中部山区的原始森林 也孕育出了海南离祖 苗族艳丽的民族文化 海南中部的山区 是海南岛的新藏 这里留存着亿万年前的原始森林 在茂密的丛林里 蕴藏着无数宝藏 海南离祖苗族文化就由此诞生 海南是中国唯一的离祖聚居区 离祖先民在这座岛屿上 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离锦是离祖文化的代表 离祖人们用手工制造的方式 将自己民族的图腾 织在自身的服饰上 不同方言的离祖 也有着不同的样式离锦 如今离锦已被写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继续用它特有的方式 传承着离祖文化 节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纪念活动 海南的3月3节日就是海南离祖苗族人民 祭祀先祖祈求幸福的节日 每年的3月3在海南的五指山市 穷中离祖苗族自治县 白沙离祖自治县等离祖苗族聚居的地方 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节庆活动 不同的生活环境 衍生出了不同的民族文化 生活在海南东方市的离祖人民 有着他们自己的打开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 传新屋已经成为历史 它作为离祖人最后的精神家园 守护着过去的文明 而不同于符号化的传行屋 轻盈的纸张在大安人的桥手下 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它大安剪纸跟其他地方的剪纸 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安剪纸主要是把大块面 内容比较丰富都呈现在纸上 如果说大安剪纸是刀尖上的艺术 那么亚洲民歌就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变 口口相传的歌调流传至今 越民族越世界 海南民族文化也将在与自贸港的碰撞中 拥有更丰富的生命力 海洋是物种的起源 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有别于陆地的文明 海南拥有着1823公里的海岸线 独特的海洋文化也由此郁郁而生 他们渔港就像故事的见证者 渔船在此进进出出 迎来送往街也谱写了一番别样风景 港海节是当机人流传的一个传统 现在变成了一个节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节日 体验到很多关于他们的鱼跟文化 海南是中国第三大桥乡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海南岛兴起了传海热潮 越来越多的海南人奔赴海外 开始了他们的传海生涯 为海南输入了来自东南亚的文化色彩 在海南万宁市的巴黎村 就聚居着传海归来的华侨 这些华侨为海南带来了咖啡种子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历经了几代人努力 咖啡已经成为海南重要的经济作物 海南一座古朴而又年轻的岛屿 古代文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他们的到来为海南的开化 埋下了启蒙的种子 古朴的建筑诉说着曾经的故事 过往的游人在这里书写新的历史 如今的海南正作为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港 翻开新的篇章 创造着更加繁荣的辉煌历史 新时代的海南将成为中国南海最耀眼的海上明珠